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些之前 我们都没有聊过的 这个话题 就是 关于这个 电子烟的这个物化器 so 从 玩电子烟的几年到现在 那么 经常都会有一些 刚入门的朋友问我 什么物化器是最好的 什么物化器最容易做新 因为其实到现在 虽然 玩这个电子烟的人是不少 但是真正能够自己掌握 做新的技巧 跟玩透的人 其实是不多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么多物化器 我拥有了几十个物化器 我个人 觉得最容易做实 跟最容易做这个 得到好味道的 这个物化器 so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这边有两个 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个 GIGGREG 这个AMIT SINGLE COIN 但是 so 来给大家 分享跟介绍一下 我本身 是怎么样 给这个AMIT 做这个事 怎么样做事 然后才得到 一个比较好的味道 当然 所谓的好味道来讲 也是要看你本身是 使用什么样的Juice 跟醃油啊 就是说 我今天所指的就是说 比如说一些比较creamy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醃草味的 so 来 ok 我们下来开始讲解一下 我把我的刀子收起来 so 这个就是 AMIT GREGVED的AMIT AMIT 我们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 这个 锡嘴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已经把另外一个 雾化器上面的锡嘴拿过来用 so 这个 就是 单时的 我在家里 没有这个做石台 so 我就使用 这一个 这个 主机 做这个做石台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so 制作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 就是你的 这个发热室 要进入的地方 一个是正机 然后 这是你的 这个 气孔 然后 你的 这个导游孔 so 呃 怎么样做呢 我个人的喜欢呢 就是现在 我就来告诉你 so 当然 你可以用这个 24G 的这个线 然后做一个 single coin 呃 味道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 那一个 层次感的话呢 就是说 关于那个烟油的每一个 呃 解析度的 这个高 高解析度的 这个感觉的话呢 其实 呃 你可以用这个 26G的 这个线 线 哦 so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呃 Gitvig的 这个 26G 呃 这个康泰斯 so 呃 长度呢 一般上我是减一个差不多是在 呃 十几 大概是在 十 嗯 十八左右 大概十八的长度 so今天我们要做的 这一个 发热石呢 是这一个 呃 怎么叫呢 这个应该叫做双丝 冰绕 呃 parallel so 哪一个 绕丝棒 我的绕丝棒哪一区 ok 那么圈径呢 我们用的是 这一个 三个mm 那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移开 ok 这是一个长达 十八公分的 这个发热石 so 把它对半着 那么把它前面的 这个 呃 对着的话 穿孔 然后 然后 把它拉 拉到这个时候啊 因为这一边 它是 呃 有这个 圆形啊 所以它不会被拉出来 so 这个时候呢 哦 我们的手 就是说 一个手扶着这一个 然后一个要比较 用力的顶着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进行这个 绕石的动作 好 可以尽量的去把它 呃 这个 尽量 把它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啊 好 把它旋转 好 我个人是没有算它 到底多少圈啊 就是说 来到这个 呃 差不多到这个长度的时候啊 好 OK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 呃 全子啊 就是我们要把它 把这个夹 夹扁 稍等一下 我的工具包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在家用的 这个是Gitvake的 这个工具包 呃 一般来说 我比较少在家里 做这个 发热丝啊 因为工具上面 会比较欠缺一点 那么 用起来 呃 当然是会比较 没有那么顺手 so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把 这个 圆形的地方 把它夹扁 嗯 那么夹扁以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啊 抽出来 好 那么 一个发热丝就 啊 在这里了 so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找一个 这个棒啊 就是 3个 mm的 呃 是3个mm 我们来看一下 对 3.0 so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把它 啊 放下去 把它拉到一个平面去 现在 呃 看起来没有 没有这么好看吧 对不对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把这个 呃 物化器拿来 然后 就 一长一短嘛 呃 然后就把它伸进去 这边也是 那么我的习惯呢 就是说 呃 我会尽量的去把它 往前靠一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呃 我会把这个 还是圆形的地方 又留在左手边 然后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在这个时候 哦 我先固定一遍的 这个 哎呀 这个相机顶着 我先把它 锁紧 好 ok 稍微锁紧 但是不需要拧得太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轻轻把它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那一些 可能之前绕不好的 这个圈数 它就会随着你的拉 拉的这个动作 然后达到一致哦 然后在这个 差不多接近这个平面的时候 我的习惯 就是我会用手指把它压着 好 然后再进行一个 呃 拧紧的这个动作 稍微看一下 ok 两边都把它稍微的拧紧一点 但是不需要太过 呃 那种 吃紧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就是 啊 把它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可能就是 我们稍微把它 调整一点 我看一下 啊 尽量的就是说 这一个 啊 发热时可以尽量的靠近这个出气口 但是不要接触到 因为你接触到的 会就会发生这个 短处的这个现象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嗯 差不多了 好像有点 不大水平 这个 其实是不影响使用 不过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 那么 就在 这个 出气孔上面 这个就是 双丝并绕啊 parallel so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把它 这个 修剪 呃 在使用这款 霧化器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它会 比较小 所以尽量我们可以的话 就是用那些 呃 比较 呃 能够往内剪的 这一个 的圈子 这个 好 然后再 剪这一边 因为要是你用一些 比较粗的 这一个 剪线圈的话呢 就是它可能在这一个 呃 这个尾端这边 它的这一个 呃 发热丝哦 你会有一些部分 剪不到的话 当你在盖上这个 呃 发热丝盖的时候 可能 你就会有这个 除爱了 之后就会有这个 呃 短处的问题 so 现在我们的这个 发热丝已经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 动到的这一个 呃 摄像机 so 然后 现在 这个发热丝 基本上就 差不多了 然后这些呢 我们要做的都是 就是进行这个 烧丝的 这个动作 ok 然后 呃 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解锁 ok 我们可以不需要 使用太大功率 去进行这个 烧丝动作 因为它现在可能 会有那个短处的 现象出现 然后你太大功率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 稍断你的这个 这个发热丝 所以我们可以 进行这个 呃 pause的这个动作 我们在观察 观察着这个 呃 到底它发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的时候 其实它 我们理想的 做就是说 效果呢 应该是从里面这一边 发红 然后往外伸嘛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在这一个 这一边哦 还是 比较这个 没有 很整齐的去发热 就是发红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用这个 ceramic 陶瓷的这个 尖椎 在上面做一个 挂的动作 当然 如果是说 这一个 比较慢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 等它 稍微 稍微降温的时候 我们用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在烧丝动作 有时候 这个 发热时 会有这个 变形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呃 这个 上面的 棒子 我们稍微做一个 调整 那稍微做这个 调整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可以帮助 这个 你的这个 均匀的这个 发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大家可以看到吗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它开始 就是很均匀的这个 呃 OK啦 那么 这个 稍微等一下 我reset 掉这个 嗯 那么 电阻呢 大概是在4.1 啊 然后 我们现在 就要进行这个 串棉花的动作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OK 没有这个热点了 so 现在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呃 准备这个 棉花 so 棉花呢 就是在 这个 稍等 啊 OK 棉花我们一般用这个 呃 有机棉嘛 那么 如果 我个人 喜欢做的这个 啊 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 乌花器的原因 就是 它在 这个 做 呃 做新的时候 它很省这个 呃 棉花 就说你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棉花 那么 基本上就是我在剪的时候 可能就是剪一个 呃 不到一公分的 可能就只有 呃 三分之四公分的 这个棉条 哦 很多人会觉得 哎 这个棉花量不是不够吗 但其实啊 大家 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OK 先把它打闪点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 是把它 这两边的 这个 外皮哦 哦 把它拔了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棉花吧 这个棉花吧 我的做法呢 我可以用发射石 作为 就是说这一小段 这个发射石 然后作为一个 U型的工具哦 然后 我们把这个棉花 把它往进 往内推 在一半的这个位置哦 我少看一下 嗯 一半的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穿过去 所以 穿棉花的要点是什么 因为 很多新手 都是在穿棉花这一点 的时候 就是 怎么说 摘在这一边啊 说穿棉花的要点 就是你的棉花 要跟你的发射石 贴盒子 必须是紧密 但是不能够堵死 但是不能够堵死 OK 来到这边的时候哦 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这个手指甲 稍微顶着这个发射石 然后把 你的这个 棉花拉过去 然后拉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 感觉到有 一点的这个阻力 但是你不需要 不要堵死哦 因为你堵死的时候 你的倒油肯定是 呃 没有这么好的 OK so 棉花就已经塞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 这个 物化机制的棉花的用量来说 是非常的少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 呃 稍微修剪一下 因为 呃 修剪了过后呢 OK 你的长度差不多 呃 很多人之前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说这个 物化器在 这个倒油方面 是 呃 比较慢的 其实不是 很多时候 是因为一些新手 他们做这个 发射石把的时候呢 这个 棉花没有塞好 so 棉花要怎么处理呢 ok 现在我们的棉花已经拉好了 那么 我们在剪的时候啊 其实你的剪刀很重要 这个时候就是说 如果你的剪刀不好的话呢 它很多时候会结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 这一个 呃 导油的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 呃 比较尖的这个 这个尖子 就 去把这个 棉花 把它挑伞 好 两边都是 看到吗 要是你没有把它挑伞 的话 它就是全部都挤在一块 它挤在一块的时候 很自然 这个 导油的这个速度 肯定是 呃 不好了 所以大家尽力把这个 挤在一块的 这个 棉花全都把它挑伞 ok 这个时候就把它挑伞 过后呢 就大概用手 把它稍微的 这个 呃 把它 旁边的一些 把它清理掉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呃 要再稍微的修剪一次 ok ok 用一个比较 小的 这个剪刀 大家记得你的剪刀 一定的 风力度一定要差不多 不然的话呢 你 剪的时候 其实是 你的剪刀是把它压断的 压断的时候 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的棉花会 呃 挤在一起 so 这个时候就是 在检查一下 也没有把它堆挤在一起的这个情况 哦 看到吗 它有一些已经挤在一块 这个 这个 这种是 对你的导游是没有好处 所以 呃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哎呀 真麻烦 做个发热师 好像我现在拍这个视频 到了19分钟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 所以 我也 明白一些 这个 朋友可能就是说 会觉得用一些 直接装了 就可以用的 这个 物化器 但是 呃 那个就没有玩的 这个意义啊 因为 玩的意义 就是说 你可以控制你的 这个发热师的出油 然后单丝 双丝 然后怎么样去制作 你个人的 这个 啊 口味的 去向的 这个发热师 那么才符合我们玩的 这个意义嘛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 呃 棉角 这个棉花 把我的这个 讯息进来 呃 不好意思 so 把它尽量的修好 放进去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棉花的长度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些的长度留的太长的时候啊 也会出现这一个呃 所以我们可以组塞这个导油孔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一边啊 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洞啊 这个导油孔啊 但是如果你的棉花太多太什么的话 它从里面挤出来的话 那么它导油的这个速度会 呃 慢 so 现在就 ok了 然后现在就是要做这个 呃 加油的这个 呃 动作 那么这个是 呃 nesty的 这个 烟草味的其中一款 这个是这个bron bron来说就是这个焦糖的这个味道 so 稍等哦 ok 稍等一下 然后再加 可以设时的 通电一下 它会帮助这个烟油渗透进这个发热室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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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ok了 就是 现在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要注意看的就是这个 你的棉花有没有阻挡这一个 气孔 这边有三个 然后底下有两个比较大的 so 一切ok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一切ok的话 就可以把这一个盖子盖上去了 那么这个阿密比较方便的就是 因为它有这个可以锁油的这个 这个导油孔 所以你用到一半的时候 你想加油的话 其实都ok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加油加满 我的这个 这个WhatsApp的这个铃声蛮吵的 ok了 加满了 把盖子带上 ok 然后把打鼻孔打开 然后就是按照你个人的这个 呃 喜好设定你的这个 那个路 那个路气孔 那么 对于这一种烟草味的 我的编号是 呃 在24瓦 然后我们先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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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味道呃相当的不错 就是因为呃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比较偏好这个 呃 双丝冰绕呢 就是说 你双丝冰绕的话呢 第一它加热快 然后它不会就是说在短暂时间 达到太高的温度 那么你的烟油 其实是在一个呃 比较均匀跟更大的这个蒸发的这个面积上面 揮发出来的时候 那个口感呃 呃 我觉得是呃 比较好的 so 这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一个 呃 阿米 那么这一款我个人觉得是相当方便 呃 使用的一款 呃 这个雾化器 然后味道其实都ok 呃 呃 那么下一期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其他的 这个其他的画器 或者是我个人对一些 呃 这个主机 或者工具的这个看法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那么就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谢谢